您有多久没有整理旧时相片呢? 不管是小时候的照片 父母年少的照片 许多照片留下岁月痕迹 想要永久保存旧相片 就要利用科技 只要用手机APP拍照 就可以将照片扫描处理成为电子档 永久保存 推荐第一款保存旧照片APP 用手机翻拍照片后 可手动调整选取大小 直接优化相片 还有贴心设计 可以在照片进行简单记录 标注人名 拍摄日期与地点 写下备注文字 最后完成的照片 可上传至APP专属平台 或分享到社群网站 第二款保存旧照片APP 有一个特殊功能 最多一次可以扫描四张照片 并做自动裁切 也有简单的照片编辑功能 能调整色彩 饱和度与锐利度 并选择黑白和复古色调滤镜 最后在照片上加上文字 就可以分享到社群网站 这两款保存旧照片APP 就可以将最珍贵的回忆 保存得更加完整